拖着行李通物馆台中市长卢秀燕 相隔67小时现身桃源机场 七成再飞美国 这个台风已经远离了 我今天花点时间在我们台中市各地的巡视 发现绝大部分的市民朋友 都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比较放心一点 说的姐妹是就是圣地牙哥市 卢秀燕也将与洛杉矶桥界参序 考察奥斯卡电影博物馆和圣地牙哥会展中心 不过为了避免有人做文章 所以我决定要自掏腰包 自掏腰包我应该是第一人 虽然急返回来之后 现在还是迫不及待飞出去 我觉得这像台中市民比较质疑的地方 原来他的市长心里面想的是美国 而不是台湾 略认为应该有个轻重缓急 但有什么事情让卢秀燕这次 一定得折返飞行再出门呢 可是同我们台湾在国际上的这些处境 你都约好人家市政的这种互动 其实能够去就去 这也是为这个都市 也是为台湾在做外交 客人全不要上海了 所以我想说他可能要事先准备为仇佛 另一头台中国民党籍立委严宽恒 去年底冲刺选举时 卢秀燕以母鸡之姿轻易相挺 但如今严宽恒涉贪一审被判有罪 严家判戏无疑受阻 这会影响卢秀燕参选 2028总红吗 这个还言之过早 因为第一个我们现在是相信说 严宽他上诉去争取清白 然后第二个就是 卢秀燕市长他还是有他自己的风格 还有他自己的那种魅力 那我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好像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四年后的事虽说过早 但这未来布局自然也得从长计议 TVBS新闻林志伟如何上流听听得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